边对大象走路 空军E2K预警机 P3C反潜机 C13栋运输机 同一时间滑行 与关起飞 有着雷达圆排的E2K超醒目 而国人最熟悉的C13栋 虽然外形庞大 它选购可难不倒它 平时执行运输 补给投放散兵等任务 只是C13栋服役超过30年 之前传出空军拍摆的航电系统升级 我们目前的电仪表 还没有医化 我们希望能够做电子仪表 还有各个装备的升级 我们能够更符合国际民航法规 在人道救援方面可以更顺遂 与此同时空军今年将徐网立派员赴美 参加C13栋型机国际技术协调会 基层有这样的期待 我们希望能够正式的参与 把我们的飞机飞过去 做正式的参与 另外P3C反潜机备手主顾 展现飞机低空冲场性能 空军也现场展示挂载 小牛飞弹 与如意问题需立直停止动作 并告知代班班长 23号班员需随时保持弹体平衡 跟F16不同 P3C挂载飞弹考量技艺高度 国军跟美军一样手动处理 只是日本媒体揭露共舰 自2022年开始常态性以四艘共舰 在台海周边常态性部署 这人考验负责番茄 和征搜海上木料的P3C 军方的回应都是很保守 在我们每一次的飞行准备之前 我们都会透过提示 来了解当日的一个任务的执行的情况 那相关的一个应对的一个作为的部分 我们则依照广部及 私立部的各级长官的指导 我们受令来执行 今夜的春节加强战兵演训 空军展现慢速机性能 从侦搜反潜到运输 要向国人也向敌人展现我 居实战力 TV被新闻话声声刘婷婷 发自屏东空军级连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